Hello大家好我是小鱼儿 2024年祝所有的新老朋友都能够通过视频变现 AI变现 那么2024年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做什么的话 小鱼儿建议你做一个历史故事短视频 在YouTube上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历史故事它自带流量 从古到今历史上下5000年 它是非常非常的受人欢迎 它可以引起一个人的好奇心 一个求知欲 还有一个感情的共鸣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频道 YouTube上面的一个频道 那么它仅仅发了几十个视频呢 就已经有了10.6万的一个订阅者 它的所有视频呢 全部都是讲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 而且每一个都是播放量都是过万 通过搜索不类显示呢 它月入3000美金 那么这样的视频呢 其实制作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用一款AI工具就可以搞定 那么视频看到这里小伙伴们 一定记得点击订阅小鱼儿的平台 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方便你下次制作的时候 能够轻松的找到 那么制作这样的历史短视频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一个APP一键就可以转成视频 不需要我们露脸 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只需要会用一个AI工具 那么我们就能做出来这样的视频 那想要做短视频的朋友们呢 记得一定要订阅点赞这个视频啊 方便你下次制作的时候呢 能够轻松的找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今天呢就是要给我们的朋友 隆重推荐一款软件啊 它的名字叫InVideo 那么这款APP呢 就是你输入任何主题 那这个AI呢 它都可以开始为你工作 它生成脚本 创建场景 添加画外音 根据你的命令调整视频 直接给你一键生成视频啊 任何事情都不用我们去操心 而我们仅仅只需要给它一个主题 可以看到这个APP呢 是非常非常受人欢迎的 它的评分呢 都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它的客户呢 已经占据了100多个 接近200个国家 那证明呢 它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用户呢 现在在使用它 那我们你看 可以将任何想法和内容 转化为一个视频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文本来 命令对其进行一个调整 它里面还有一个 人性化的一个画外音啊 里面有几个 有很多一个语音呢 让我们去选择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视频呢 栩栩如生 那介绍到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朋友 还没有注册APP的朋友呢 点击视频下方的一个链接啊 进行一个注册 小约会把是把这个APP的链接 来放在视频的描述栏 那很多朋友呢 你已经在开始做视频了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看一下它的一个计划 这里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新手朋友呢 我们是每周呢 有一个十分钟免费的一个AI生成 根据自己的视频需求啊 有必要的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考虑一个 合理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这里只需要注册登录进来 就可以开始 我们的一个视频制作 假如说你还没有什么思路 不知道给它什么主题 那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忘了 我们的另外一个AI工具 那就是我们的恰的GPT 那这里呢 小约也会把所有的链接 都会放在一个描述栏 大家可以看到 世界著名历史故事有哪些 说出五个 你要五个 十个 一百个 都OK 我就把第一个 特罗伊战争 我让他把这个 帮我生成一个三分钟的 特罗伊战争的一个视频 翻译成了英文之后呢 他就会带我们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直接给他复制粘贴 点击生成 那么我们仅仅只需要给他一个主题 他会帮我们分析 帮我们场景生成 人物生成 画外音生成 这里生成的大约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 这里他帮我们描述了一下 特罗伊战争一个历史潜水 这里都已经直接帮我们选好 我们直接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啊 他正在生成一个画面 视频已经准备就绪了 他还在生成一个画面 OK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视频生成好了 在生成的过程当中 大约用了三分钟 那么这个视频呢 如果说在我们生成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如果不是很满意 那我们可以先预览一下 Imagine a woman so beautiful that her abduction sparks a war lasting a decade a war that would come to be known as the Trojan War OK我们看到了啊 它这个里面 经过我们的一个预览了 这个呢 是在我们没有经过 任何的更改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原视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大部分视频呢 都还是匹配的啊 如果说我们想要让它 视频的播放量更高一些呢 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一个密尖里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绘画工具呢 重新来更换里面的一些图片 个人建议呢 是用密尖里啊 密尖里的话 它的图片的一个 它做出来的图片呢 是画质非常清晰啊 大家可以用一些绘画工具呢 来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图片 那在这里我们该如何 编辑这个图片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个按钮 我们点击进来 那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切换里面的图片 比如说这一张 我觉得不合适 那么我们直接点击 我们选中它 点击一个上传 上传之后呢 直接点击这个下面一个取代 那它就取代了这张图片 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来 去替换里面的一些不符合的 或者说你想要替换的一些图片 更换好了之后呢 那么这里我们还可以 更换一个脚本 这里的脚本你想要更换啊 想要改动一下也是OK的 改好了之后 也是点击这个按钮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在这下面 比如说第二个场景 不喜欢 那我要删除 或者说哪个场景太长了 我们要删除一半 都可以在这里 在这里呢提出一个要求 点击这个按钮就OK了 那最后呢 我们要导出这个视频 我们就点击这个按钮 点击一个导出 那如果我们不是没有付费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个免费的一个 选择免费的一个选项 进行一个导出 那这里呢是一个Youtube的一个 16比9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去调整视频的一个长宽笔 那这里呢直接点这个download的按钮呢 就下载啊 这里就开始下载了 那我们点击左边这里 这个按钮呢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历史视频在这里 如果需要重新创建呢 我们就直接再点这个按钮 那这里呢如果说我们想要无水印的导出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是需要升级一个付费计划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付费计划呢 是有按年的有按月的 按年的话20美金一个月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如果说你要长期做一个视频的话 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一个计划 那这样呢我们一个视频制作就完成了 想要做一个视频真的一点都不难啊 只需要有一个好的AI工具 一个适合你的一个AI工具 所以说2024年啊 只要我们学会用AI工具的话 做视频真的不难 今天呢小月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今天呢我会把所有的一个 视频用的这个APP呢 的链接呢放在下面的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里面 点击下载注册 如果说你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AI知识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些视频 那小月的每一节课呢都是实操型的啊 都是保姆级的一个教程啊 都是手把手教程 那你要如何制作其他的一些AI视频啊 如何使用一些AI工具呢 大家都可以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啊 包括如何使用GPT啊 如何使用一个米金里绘图 那么从新手入门啊 然后到一个进阶教程啊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我往期的一个视频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那这里用到的一些工具 我都会放在下面描述栏 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